事情 简单的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 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过去的邦交国 宏都拉斯 三月份跟我们断交 现在他的总统卡斯楚 已经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了 这是今天最新的消息 我们看到卡斯楚总统 Landing到上海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还亲自到上海去迎接他 那卡斯楚总统 他说因为宏都拉斯 他需要重建新的政治科学 跟技术商业还有文化视野 所以他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而且是应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习近平的邀请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新闻 这是最近华尔街日报 爆料的一则新闻 它原来是说 中国跟古巴已经达成秘密协议 中国会付几十亿美元给古巴 然后在古巴的一个岛上面 设立一个电子窃听设施 距离美国的弗洛里达州 只有160公里 这个新闻在这个华尔街日报 一公布之后 大家都会很紧张 有记者就去问 包括这个外交部 古巴的外交部部长 还有包括美国的科比说 这个是不是有这件事情 科比说 欧白蓝共 没有 这个古巴的外交部部长也说 这是谎言 毫无根据 可是记者一定有消息来源 经过审核才会公布出来 消息来源是谁 是有人刻意放消息吗 因为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联想到什么 过去1960年代 那个时候有古巴危机 古巴的飞弹危机 大家记得吗 冷战时期的古巴飞弹危机 那个时候当然有惊无险地解除了 可是如果在距离 美国这么近的地方 设立所谓的电子窃听设施 是不是有可能 又会重演当年的危机呢 那驳斥之后呢 这个美方 有人认为 这可能是美国这边 放出来的消息 可是又驳斥了 是不是怕这件事情发生 就是布林肯好不容易 下个礼拜 极有可能访问北京 那消息出来之后 有可能造成影响 所以说了之后 放了消息之后 又回收 又否认了吗 而另外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中国大陆 跟加勒比海诸国 或者是中南美洲 有什么样更进一步的关系 那当然零零总总 方方面面都有 不过有个最新的消息是 中国的国防部 举办了第16期 拉美和加勒比海 高级军官的研讨班 让25个拉美国家 54名高级军官 跟中国大陆的国防部 一起来办这个所谓的研讨班 所以看起来 中国大陆的这个野心也很大 要把这个中南美洲 给所有的这些国家 慢慢的拉拢过来 经济上面的 军事上面的都有影响力 至于布林肯 我们刚刚讲过了 此刻他正在沙鲁地阿拉伯 也见了沙鲁地阿拉伯的王储 讲的是什么 人权议题 还有要抗衡中俄的影响力 那我们来看看 沙鲁地阿拉伯的王储 他到底有没有给他好脸色 或者是他的回应好不好呢 美国智库有先说 这个布林肯 必须跟沙尔曼 就是这个年轻的王储 好好的说服他 解释给他听 叫他不要向中国靠拢 因为这个不符合你沙国的利益 以及跟中国大陆强化战略关系 会阻碍美国跟沙鲁地阿拉伯 发展未来更密切的关系 所以要好好的跟他讲清楚 说明白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 沙国的外交大臣 他有呛吓 他有解释说 沙国跟中美的关系 不是零和游戏 可以互相来交流 互相来交往 所以我们来看看 包括布林肯 他后来有一个比较好 和缓的回应 他说美国没有这么阿拔 我没有要求你沙国 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所以此行到底是所谓何来 他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呢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沙鲁地阿拉伯 布林肯在沙鲁地阿拉伯 是在沙利文之后不到一个月 两位美国的大官到这里来 所以必须讲 美国非常重视沙国 可是沙国看起来国内的报道也好 官员的反应也罢 都很冷淡 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大规模的报道 所以外交上面看起来 美国在这个地方的的确确是吃憋了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布林肯抵达之前 沙鲁地阿拉伯还不顾你美国华府的反对 决定减产石油 其实就是给了一个一巴掌 某种程度来讲 而且布林肯抵达沙国当天 伊朗重新开启在沙国的大使馆 也很不给美国面子 那沙国的王楚 也会见了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 布林肯离开的两天之后 利亚德还会举办一场重要的 阿拉伯国家跟中国的 阿中的投资会议 而过去石油换安全非常的重要 可是现在看起来 沙鲁地阿拉伯已经把这件事情 抛在脑后了吗 中国更积极的参与当地的一些活动了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外交政策上面 有一些这样的预测跟评断 全球南方中等大国迅速崛起 哪六个大国呢 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地图 包括南美的巴西 还有包括在欧洲跟中东中间的土耳其 还有沙鲁地阿拉伯 印度 印尼 以及南非 这六个中等大国 我们叫它摇摆国 他们可能在美中之间有一定的摇摆 最后他们靠向哪里 会决定地缘政治的未来 所以这个是世界的大事 观众朋友我们要仔细的来看看 来请教大使来帮我们分析 这个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宏多拉斯这个总统防美国 他第一个中国大陆欢迎他蛮高调的 蛮高调的 可是他们强调一点 就是说事实上美国的有一个台北法案 它里面通过就是说 美国要协助台湾维持跟邦交国的关系 美国这个通过一个有拘束的一个法令 做了这样一个规定以后 所以当时这个宏多拉斯当时他要转向的时候 美国两度派特使去 那么第二度就是要快要断交之前 美国派了一个高层的官员 国务院的高层官员 去直接找这位宏多拉斯的种种面谈 可是谈完以后 他说这位美国特使说 我们尊重宏多拉斯的决定 也就是说 过去可能有人认为 美国出面 那些邦交国都不敢跟台湾断交 看起来宏多拉斯就是个失败的例子 所以靠美国的话 光这一点都靠不住 你还有什么好靠的 对不对 美国自己立法说要帮台湾保护高僵国 可是宏多拉斯他就搞不定 宏多拉斯还是他的这个邻邦 为什么原因 为什么原因搞不定 事实上美国更要拉拢宏多拉斯 美国也要拉拢宏多拉斯 他不会为了台湾 把跟宏多拉斯的关系搞 搞差了 所以我觉得国际政治就这么现实 有人真的相信美国说 通过法令台北法案 要帮助台湾维持邦交国 那个真正相信的话 只能怪他自己脑袋有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明确的例子 对不对 邦交国能不能靠我们自己 那靠马英九说 为什么一个邦交都不断 因为两岸关系好 两岸外交修兵 一个邦交都不断 这个开价开到多少了 开到10亿8亿美金 还是断了 所以原因还在我们自己的政策 你要靠美国是靠不住的 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例子 第二个美国 Wall Street Journal 是大爆 居然造谣 这是造谣吗 这是造谣 你看这个 美国的国安会的发言人 出面来否定 可比说不准确 对啊 这已经是很客气的讲法了 所以你看这个 过去我们很多学新闻 我们对美国的媒体 客观公正报道 然后经过很严谨 现在是什么 造谣中心 那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故意放消息 那他要查证 他要查证 他可以跟很多人查证 对不对 不过这里面反映一个 美国的一个 现在的美国这种社会的心态 他真的 美国真的也是敌人太多了 中国大陆变成敌人了 终于被你们搞成敌人了 古巴被美国欺负多少次 对不对 那你今天古巴会欺负 中国大陆是他自己想出来了 也不是自己吓自己 对不对 那你马杜罗 为什么今天 这个法国的阿拉伯 在你布林肯去之前 我就请马杜罗来高调的欢迎你 就是做给你美国人 让你美国人 怎么讲呢 就让你美国人难看 谁叫你有这么多敌人 所以今天就是说 在国际这个情势在转变的时候 虽然美国还是声音很大 动作很多 可是看起来 处处都出现问题 好 我们先听一下广告 好 我们请教赖老师 怎么看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 我觉得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它绝对不会空穴来风 那因为他所说的 我相信不会是他编的 然后他说是这个不具名的 情报界的高阶的官员 限制的 告诉他的 我相信他们本身 在撰写这份新闻报道的时候 也有对于对方的身份 也有做辨识 我们的问题是在于 美国的情报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也就是说 美国的情报界的这两位 不具名的官员 为什么要出来指控 而美国的国安会的负责人 因为他掌握更确实的情报跟消息 他说没这回事 为什么否认的是 美国的国安会的主管官员 而且美国的五早大下 就是国防部 也站出来否认说没这回事 那这不是很奇怪吗 也就是说 所以有人要破坏中美的关系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推理 美国的高层相当有可能 他要在推进或是改善 或是调节 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的走向 朝健康的或是朝 比较正常的方向走 这是有可能 而美国的情报界 有一些人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搞破坏 所以他很有可能就变成是 传谣言 制造谣言 那也就是说 因为没这回事 那没这回事你这个 可被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信任的这些官员 他为什么要凭空肚扰 那这个才是有趣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要 要不就是他的情报导言错误 可是情报导言错误 他越要冒这种深喉咙的危险 所以我要把这个消息 传给这个大报 然后由你来登出来 你不觉得这个是中间 是很值得商榷 很值得玩味 除非那就是华尔街日报 借这个机会去造谣 但是华尔街日报 造这个谣对他的功能跟好处 到底在哪里 信誉也不好 对 他信誉不好 但是问题就是他已经被当场打脸了 因为美国的国安会也好 还有美国的国防部也好说 你这个新闻不准确 不准确是重话 不准确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事实 布林肯这次到中东地区的访问 很明显的是失败了 因为他出发前三个目标 要掌控石油价的定价权 马上就被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破坏了 因为OPEC Plus 在你还没有到之前宣布减产 所以定价权不在你手中 另外一个他要破坏中俄之间 在中东地区影响力 而他的演讲中你可以看得出来 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部部长 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说 我们跟中文关系很好 那这个布林肯也又输了 另外一个他希望维持以色列 对沙烏地阿拉伯的影响力 看起来也没有达成 所以我觉得布林肯的这次中东行 完全没有达到他预期要达到的目标 是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 观众朋友 宏都拉斯的总统卡斯楚 此刻正在上海 我们来看看他在上海的画面 这也是刚刚这个导播给我们看一下 来请教这个政员委员 宏都拉斯这位女总统卡斯楚女士 他访问中国 就是他们建交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行程 未来他希望开启跟中国之间 全方面的一个战略性的合作 这个对于宏都拉斯未来的经济发展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宏都拉斯在这个民进国家里面 他的国民所得相对是比较低的 所以他抗上这个使命 我认为中国应该会满足他 不至于像上一次他就职典礼的时候 赖清德副总统去参加 好像重心也不在他 而是在另外一个女士 叫贺锦丽美国副总统 所以赖清德不是这样捏捏的移动脚步 去跟他握个手回来大作文章吗 他应该好好跟卡斯楚女士讲一讲 可是他当时也没有这个机会做下这个工作 卡斯楚女士对台湾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最后跟我们断交 跟中国大陆建交也是很可惜 因为很伤感 我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份杂志 非常专业的一个杂志 提到说有六个摇摆国家会决定地缘政治未来 我认为应该是三个 为什么 因为巴西 南非 印度 早就在金砖国家 他们老是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 他不会摇摆的 他以自己的考量 其他的印尼 土耳其跟沙特 也正在申请加入金砖国家 而且沙特这次明白告诉美国的国务卿 说我不会选边站 以我国家利益最大的原则来考量 我根本